假的 这个假小丑都把我们接打成半血块残 对面一个辅助 打前排 我能找到小丑的 这是小丑 因为他刚刚隐身了 我觉得中路可以一波这波讯女 有点可惜 他没有学学那个的扯他 对对他死必死 这小兔崽子怎么跑 他又没Q A到底切炮就行了 可惜 他有虚弱 不过也杀了 缺陷 这种小丑是B送的一击 他既不学Q 也没有闪现 扎克Q到可以扯这个盒子 是B杀的 主要是这个盒子太关键了 D先有誓言 他是B只能扯到的 我想A到第三下切炮的 没切到 舒服 吵架了 我感觉是 这个时候我们打不了的 如果对面瞎子在的话 我们是直接炸的 这波扎克也得B了 下车在下路 拍地板了 开击跑 死不了这个位置 拉扯下别急 先躲下车的Q 一步一步操作 能A谁A谁 扯谁打谁 圆马来了 先找一个残血目标 先跑起来 跑起来给我打 打脸上的 哎呦这个Q没牛好 难搜 说不动 操作跟解说 忍不出来 我操 人马来了 摸不到人啊 扎克又先手不了 全是小丑的盒子 夹子封瞎子这些 哎呀 这小丑的盒子是真七八脏啊 nice 这人头为什么判定是我的呢 这把游戏我如果兜不住 抵这把就没了 我必须要兜抵一把 因为这把人头全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不能给机会的吧 不能给任何的机会 上单也炸了 奎桑铁也很肥这把 这把游戏 游戏 游戏他发挥空间的 直接R吧 攻死一个算一个 攻死打前排 切炮 OK 在这个 开击跑A一下 他没闪的 上不交的闪的 加的封位置 交的闪 上不交的击跑 说错了 有机会这不 还能A一下 漂亮 A得到 nice 一样的 他杀不死我们的 拉就行了 小火龙没伤害的前期 这个阵容控制太足了 扎克跟人马 打前排就好了 拉出去 这个确实没办法 这个确实没办法 太有意思了 扯到了 一起来了 接接夹子 没夹住 先A小丑 叠个冷 叠个海妖 OK 完了 我刚刚那个位置 A波到对面AD了 我直接动龙吧 打前排 跑起来 别急 先把AD杀了 先走下走Q 不急 拉打 这是假的 打前排 OK 慢慢控前排 我又闪 我杀子记了 杀子把网卡送走了 我没死 来人了 来人了 对面 看 我可以利用这个先锋 跑起来 可以追人的 好开 直接放啊 轰死一个算一个 别急打前排 我双跑起来了 OK 那一次 这波开的 漂亮 把对面中单秒了 就好好打 很多了 可以轰他点血 这样稳定打小龙 因为跑起来了 打一波 OK 打小龙 不要贪伤害了 把他打半血就够了 有急跑 更好操红 查克被打出被动来了 嘛 TP保一下 夹子夹两个先轰 这是假的 别打了 先拉一下 要闪吧 这位置 被强行留了 拉一下 哎呦 这黑鬼好 而且烈士很多呀 怎么叫主播的优势 跟没有一样啊 兄弟们 那主播是优势 但是我的队友 全是烈士 我也得 对吧 看队友的游戏 开起跑 打前排 这位置怎么跟得上啊 这位置 瞎子在左边盯着我呢 不敢乱开火 瞎子那个位置 瞎子在后面 坏了 这位置被堵过去了 这位置很难打输出 先不要放大 不是我这种位置 该怎么输出呢 你告诉我 这个是假的 这个假小丑的把我们姐打成半血块残 对面一个辅助 打前排 我能找到小丑的 这是小丑 因为他刚刚已生了 nice 我觉得中路可以一波 这波兄弟们 好好站 就是要队友把位置站好了 金克斯才好跑的 他就跟越南是一样的英雄 他有点吃队友 很多时候 这人妈死了 我们能一波吧 坏了 我我没有了一下 但是我我夹住了 先杀王僧跑起来赢了 你去一波 把龙拉出来 把龙拉出来 这波我有闪子 人马去一波了 我去强行拖拖他们吧 他没恐惧了 这轰轰死这个人 应该一波了 我拖住他们了 nice 这波一定要去留的 因为对面四个人站一起了 直接闪下去留就行 漂亮 我把主播吓坏了 这把这把是输了 太难受了 还行 不是 不是我给你们看 我那波 我是真的怕被他吐死了 主要是 我才往后拉了一下 这